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这个结构眼上 郑说就在医院查出了功能性疾病 以致排尿系统出了点毛病 但他必须担起照顾妻子的责任 妻子是个要强的女人 在郑说帮她剃头发的过程中 她始终免得微笑 其实心中早已被病痛折磨到千疮百苦 住院期间 郑说将妻子照顾得无谓不至 之后还要匆匆赶去上班 某天 她在公司电梯里遇上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是公司的新员工恩珠 她坐在办公室看到恩珠热情地跟同事打招呼 开始怀念起年轻时候的自己 她从恩珠身上感受到清真火力 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描向恩珠 恩珠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炙热的眼神 而是将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中 自从恩珠的加入 销售部门的工作效率也大幅度提高 这让郑说省了不少心 下半时间大家一通乘坐电梯时 郑说承诺会请部门员工好好搓一顿 由于女员工特别高兴 一激动就把恩珠挤到郑说身边 两人的手有了第一次碰触 恩珠明显有些害羞 迅速把手说了回来 让郑说更加纯心荡漾 不久公司新品大卖 郑说带领员工去高级酒吧举办军工会 他出入好几 让员工随便点各种名酒 而他自己喝了一小杯后就觉得痛恨到胀 便独自坐在一边闭目养神 随着酒吧气氛越来越热烈 恩珠就在舞室里尽情要摆 郑说演员中看到了恩珠前度后觉的身材 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动感 进行会结束后 恩珠将一瓶低度红酒送给郑说 希望他能好好注意身体 顿时一股暖意抚慰了郑说疲惫的心灵 在车子启动时 他不自觉的望向后车窗 看到了恩珠在对自己微笑 就请求出租车司机返回酒吧 可酒吧门口空无一人 而他的心绪已被恩珠搅乱 眼前还是会出现恩珠的幻影 他甚至专门守护在公交站 期待给恩珠来一次浪漫的偶遇 遗憾的是 郑说没能等到恩珠 一些只是他的单相似而已 第二天 因为客户的一个小投诉 恩珠就倒到郑说 劈头盖脸的一顿冲罢 好在郑说接到医院打来了电话 他结束这场别的会 恩珠的泪水落在手指上 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 就一直留在办公室 等待郑说为自己讨个说法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就到了大半夜 安顺好妻子的郑说 躺在病房的地板上 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 当他从同事的来电中得知 恩珠还在办公室 等待自己的事情后 就赶紧回到公司 以诚恳的怠度向恩珠道歉 还授予他前往家工厂 拍照取证的特权 此后两人关系好了很多 郑说还会等待工厂门口 给恩珠带领连职 陪他一起散步 但生活是残酷的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花钱月下 郑说回到医院 还要给妻子换上干净的尿布石 帮他清理身上的污秽物 向来坚强了妻子 已经没了生活自己的能力 他抱着郑说放声大哭 郑说只能不停地安慰妻子 毕业过后 郑说得知恩珠的婚讯 就顾得镇定 还直接给恩珠随了礼钱 并以出差为借口 拒绝了恩珠的婚言邀请 之后他请来小姨子 帮忙照顾妻子 自己去看了一场 公司举办的舞蹈表演 他始终忘不了恩珠 眼前再次浮现恩珠的幻影 而且总能在梦中见到恩珠 妻子觉察出郑说有心事 但郑说对此必可不谈 妻子怀疑郑说嫌弃自己 就爬到床边发泄情绪 但不管现实如何发展 生活还是要继续 过了一段时间 郑说带妻子回家养兵 妻子也明白 自己命不久矣 就主动跟郑说亲热 郑说脑海中 竟浮现出一丝不怪的恩珠 而另一边 恩珠选择逃婚 并且礼钱贵款给郑说 郑说就请他吃了一顿大餐 以示安慰 期间恩珠向郑说提出辞职 称称自己要去中国发展 郑说将此事放在心里 回到家后 他当着妻子里面 忙着帮恩珠撰写推介信 床上妻子看了郑说一眼后 就在一阵佛境中安然离世 葬礼当天 来了很多病客 恩珠也前来帮忙 郑说跟他甚深对望 沉默不语 由于小姨子不赞争火葬 郑说又举办了传统的山葬仪式 一行人抬着棺材缓缓前景 郑说依旧不停地望向恩珠 这个过程中 他有过犹豫 有过纠结 始终在问自己 到底能不能跟恩珠开始新的感情 女儿也在质问他 是否还爱着母亲 直到他在焚烧妻子遗物时 无意发现妻子前婆里存放着自己的照片 他瞬间明白了妻子对自己生气的爱意 他立马删除了恩珠发来的短信 而恩珠却终于感受到了郑说对自己的好感 他主动给郑说寄了一箱红酒 还专门去找郑说 对恩珠的突然造访 郑说想都故意躲避 也不愿意接恩珠打来的电话 恩珠瞬间明白了郑说的意思 一阵失落过后 他开车离开 途中遇到郑说也没有停车 两人充足 互不打扰 互不相欠 最后 郑说将妻子的安全带到医院进行安安斯 他希望狗狗的灵魂能陪伴妻子 让妻子不在不在 离开医院 他在接到一个电话后 就匆匆赶往公司 生活又如往常般忙忙碌碌 影片结束 郑说在连到中年时经历了丧妻之痛 但他终究没有背叛妻子 而是更加用心的生活 就如现实中的你我他一样 不管遇到何种不堪 只要接受原则 就不会被卷入有无时间的欲望中 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帮忙关注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